G20会议上习近平拿出了500亿准备购买澳洲矿石等资源 试图构建供应链并与各国继续勾兑 一服咱都给他买了的派头 但现在确实完全有能力控制全世界股市的涨跌 而且一定会打台湾 并且给美国一个不出兵的理由 美国的所谓台湾保护法案基本上已经被卖了 据盖特邦情报显示 西皇帝此次印尼之行 随行共560人 其中有300多人是安保人员 并且动用了4架国航的747飞机 这在中共领导人出访史上那是上述首次 在G20会议期间 习近平是明确禁止各国领导人 谈新疆病毒疫苗中国经济香港和台湾问题 只准继续谈勾兑合作和赚钱的事情 而且他要求西方各国是取缔当地的新中国联邦农场 已经不再谈疆毒藏毒法轮功了 新中国联邦成为了其唯一的目标 但是这个要求被英法美日等国是断然拒绝 不可一世的习总是同同同居然也有被拒绝的时候 真的是让人很尴尬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留言也谈谈你所知道的G20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